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在2016年进行的国际田林钻石联赛上海战男子跳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高兴隆 那个时候的高兴隆年仅才只有22岁 本场比赛高兴隆的巨大金融对手就是这位来自南非的拉斯瓦 比赛开始后高兴隆第一跳的时候状态不错 只见这一跳高兴隆踏板非常不错 这一跳高兴隆跳出了8米05的成绩占据第一的位置 站起来的高兴隆摇摇头似乎并不满意自己这个成绩 而拉斯瓦尔第一跳的时候因为呈现无成绩 不过第二跳的时候拉斯瓦尔就展现出了他的硬实力 这一跳拉斯瓦尔跳出了8米07的成绩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不过高兴隆在第二跳的时候也爆发了 只见高兴隆这一跳踏板更是完美 只见高兴隆这一跳更远 这一跳高兴隆竟然跳出了8米14的成绩逆转占据第一的位置 高兴隆在第三跳的时候跳出了8米09的成绩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 虽然拉斯瓦尔在第五跳的时候也跳出了8米14的成绩 但是无奈第二个成绩没有高兴隆好 只排在第二的位置 最终高兴隆平息着8米14的成绩获得冠军 在这种不是我们传统强奖的世界大赛中 22岁的高兴隆以他的绝对天赋和实力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奴冠 不得不说我过的高兴隆真是好样的 不见